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不几乎没有 也可以叫做某种意义上的留学 为什么我老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因为我是整个一土鳖 就一直没有在国外生活 但是我老觉得 我是不是缺这么一段经历 你怎么看 就是说作为一个人 如果有条件的话 是不是在外国生活几年 有一段这个经历 你这个人会显得不同 你想不想要的 或者说你没有这段经历 你身上就会有什么缺陷 倒不是这么说法 但是会很不一样 真的会很不一样 我跟你说了 我昨天又看那个《非诚勿扰》 来那个大小伙 一米九二 没有怪 其实也就是偶然看到 这个一米九二 他跟所有在本土的中国孩子讲话不一样 因为中国孩子很会讲话 其实很会讲话 而国外待过的孩子回来 就不如中国的孩子会讲话 但是他真帅 他讲人话 讲的道理都是一处是一处 这样子 后来牵手一个女朋友走掉了 结果他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的 待了挺久再回来 28岁 他就比较阳光 比较真实 就比较真实 他不会装 可是你看我到中国的这么多大学去讲演过 我发现他们不是没有知识 不是没有智力 但是而且非常会说话 有些同学问我问题 其实是他自己想 想说些什么 一套一套的 跟社论一样的 但是国外的孩子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国外孩子就是 就是一二三四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还说错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你看我那天他跟文道在谈这个问题 我就发现 反正外国不知道 至少在中国 我说青年人 往往比我的中年人 更假 更虚伪 可是我的感觉是什么 你一点都不能怪他们 就好像说参加我们选美的那些女孩 我说你上台 怎么老说假话 后来我发现 其实是只有中年人 你才懂得如何安全的 尽量说真话 绕开这些个假话 找我到分寸 年轻人还不大懂这一套 如何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 所以他就过犹不及的 所以他干脆 就是你们那一套 那一套是肯定没错的 甚至说的更逐 你这个说的有点复杂了 还安全的说真话 说假话 你想现在孩子 差不多从幼儿园开始 他看的电视里面是这么说话的 然后他爹妈差不多也是这么说话 然后小学进去以后 一直到大学不断的让你这么说话 他不知道还有别的说话的方式 我现在回到上海 或者我现在在北京 我经常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大人 街坊邻居全都不是这么说话的 就是很又生动又又朴素的话语 可是现在就是又不生动又不朴素 全都是电视的卡拉OK的课本的 这个开会的语言 可是我们讲的那种假话和空话 我发现他只是在某些场合才用 比如说我不是一直给你们推荐一个纪录片 很好看吗 叫请投我一票 讲这个中国一个小学选班长的那个事 那番话跟他们日常拍到他们讲话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说这个假话是什么场合用的 就是这种场合用 场面话 场面话 就我们 这还是你说的还是好的情况 就是还有平常也说 他有两套话语 这是好的情况 更不堪的情况 就是私下说话 也这样说 家里说话 差不多也是这样 就比如说追女朋友 因为他没有别的语言资源 没有别的语言资源 比方说我就听说过一个例子 很老的老哥们 而且是亲人是差不多住院了 来看你 亲切慰问 对 这不是在反逢 他觉得应该这么说 没错 他电视上都这样 所以比如说追女朋友 还有就是场面上 比方说我在电视连续去看到 讲明朝的一个故事 可是写剧本的和 和这个演员 就是今天大家吃好了 喝好了 一个明朝的 一个四身前 一大帮人吃饭 今天吃好了 喝好了 这就是今天最热情 最客气的话 但他放到明朝人的嘴里 明朝人有太多套语言 在场面上叫人怎么吃饭 怎么看party 对 所以现在看到你孩子 就跟他说 我对你表达深切的欲望 你看现在电视连续剧 就是叠片越来越多 什么借枪啊 风声传奇啊 去年那个潜伏 潜伏当然不错了 他现在的作者群年纪越来越轻 就是都是60后 甚至70后在做编剧 然后他会想象民国一群特务 是这么说话的 然后无论是共产党的 还是国民党的特务 然后当中牵涉到各色人等 有些扮相有点对的 有些街景啊 或者场面都对的 最不对的就语言 当然我也没有资格说 民国特务是怎么说话的 你甭说 我跟你说 你甭说这个年轻的了 就是年老的啊 他都很难避免 就刘欣武 不是要补写红楼梦吗 那天还跟咱们这做节目 我跟他交流一点 我说您看 这个他已经尽量的去 找红楼梦的这个语言的感觉了 但是仍然在这个探春远嫁 离别甲桓的时候 甲桓还是从姐姐说出 姐姐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学好 他已经很难避免 所以我不知道是 当然这个只是 可能很小的原因了 说到语言那去了 对 我想说啊 就是说 最近的这个父母亲 好像资料是有条件的 送孩子出国 简直是就是理所当然 就是完全做不二之选 甚至于你知道 现在北京几所高中名校啊 一年学费八万到十万 就是说肯定不参加国内高考了 为了能够顺应上美国上学下 从高一就开始中外合作的这个课程 上这个课程 以便他孩子将来顺利的啊 一到高三 直接奔了这个就出国了 可是这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表明 就是表示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不信任 有这么一个原因 但是我自己跟一些父母亲也聊天啊 我就感觉到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熏染环境和知识结构 乃至于作人的这种考虑 就是说他会觉得你比如说啊 甚至你比如有的家长 他只要有条件 他现在开始想 你说我的小孩是在北京长大呢 还是在上海长大呢 是吧 是上国际学校呢 还是干脆 你比如说他说如果从小就送到外国不好 因为最难学的中文 他可能就没办法 你看这考虑的啊 都是一个养育的过程和知识结构 但是我觉得你像刚才陈老师讲这个 好像你如果就去美国 感觉就能活得比较简单 比较单纯 真实 比较真实 对 他是这样 他这个是出国留学 包括小留学生的事啊 应该说是件好事情 怎么呢 就是在中国出国变成常态了 总算回到一个正常现代国家 就是可以出入自由 可以小孩出去留学 应该说是好事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文革以后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开放留学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30多年过去了 你会也出现了吗 当时 这是一个常态 但另外一个呢 他又是非常态 就是你说的 就大部分人对中国的一个教育 和生存环境 和成长环境 不信任 就宁可把孩子送出去 这个情况在十多年前 还没有这么尖锐 我05年曝光辞职的时候 我批评的都是大学 结果很多高中 初中 甚至小学的老师和学生来找我 我才知道更可怕的问题 在少年儿童那儿 那大学只是这些问题 攒到大学给我看见了 其实根子都是包括幼儿园 是 我们家有个亲戚 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移民呢 就是本身是花贺 家里很穷 但一定要移民 他爹就是这么讲 他就说 我这个孩子要不走 就毁了 为什么毁了 我一说你就明白 他说这个学校 分成重点学校 但是普通 很多普通学校 你知道在他们所在的城市 那就是个差生学校 他说那就是聪林法则 就打架 就是流氓 他说只要挤不进 那个重点学校 问题是 都是差生 这个问题 现在我知道 根本不是仅仅中国 它是世界范围的事情 我最近看了 美国的一个纪录片 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纪录片 我女儿叫我看的 原来美国这个问题 相当严重 它也是教育体制有问题 但那个体制 跟我们这性质不一样 它是什么呢 就是教师工会的问题 是 就是教师你不能解雇他 差的教师不能解雇他 就吃闲饭 就教育品质 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讲了很多年 最后弄成什么样子呢 弄成就是也是 也是家长和孩子 就是在一个非常严峻的 一个竞争空间当中 寻找这个好学校 所谓咱们这叫重点学校 他们那也是一点点名额 电影结束的时候 很感动人 在个巨大的几个州的体育场里面 几千个孩子 几百个孩子 抱着家长 在那听 一共只有几十个名额 听到的就是狂喜 没弄到的就是哭 难受 无奈 这样子 只好散开 回家 就这样 就我看了以后很震撼 这真的是世界性的问题 没错 没错 当然 二战以后 可以说全世界的教育 就是江河日下 但是我的看法是 我们把留学应该想象成什么呢 不应该把它想成是去接受 或者不只是去接受 更好于我们的教育的教育 不是 对对对 它是什么呢 它是让你试一种不同的东西 就是这个比较重要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有些国家 它的教育制度非常先进 教育成果非常好 像北欧 现在很多的测试什么 都是北欧学生很牛 其实中国在国际评分数 这一点上也都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 他们也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出国 而且是高中的时候 就出国一两年 再回去念书 它就是为了要让你体验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文化 甚至是不同的教育制度 就比如说美国 美国的公共教育 一直被人诟病 但他们也会常常安排 他们也觉得自己很牛 很多时候美国人 但他们也会觉得 孩子应该尽量出去 像很多大学 美国的大学 甚至是 他们外派留学生非常多 鼓励甚至是规定 你学生应该有一年在海外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种满足好奇心 所以我想讲 就是说我们去留学 不要以为是学一个 更先进的什么东西 那么简单 同时是一个好奇心的扩展 就是民国和建国初期 这个留学概念要调整了 是不一样 总觉得是到先进国家去取经 现在不是这个情况 对 不是这个情况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 他已经不是留学 实际上是移民 没错 有的是 移民就是对高端的家庭 无论是官员的商人的种种 而且现在已经不必太高端了 我在各地遇到一些 比如中学校长 甚至中学老师 大学是不用说了 很多人的孩子 他的经济情况 社会地位并不是那么优越 但是孩子都在国外 能送就送出去 而送出去以后呢 这个问题是中国 比台湾晚了将近20年左右 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知道台湾在讨论 小留学生问题 它真的是问题 带来一连串问题 成长的问题 甚至安全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问题 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 太多家庭有 比方13、14岁到18、19岁的孩子 在英国 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 日本什么这些 那带来一连串家庭问题 比如说什么家庭 和成长问题 比如说那边没人管你 你自己一个长大 我自己就有一个间接的亲戚 他的女孩 少女出去留学 三个月后就怀孕了 然后他爹说 我出了个差 回来 莫名其妙 我当外公了 太解放了 非常简单 所有孩子 无论男孩女孩 到了一个最最 怎么说 青春期 青春期 你怎么办 随时会有事情发生 而且你得承受 你得面对 在美国就是凶杀饼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很漂亮女孩子 下班回去两点钟 当头一枪打死 这种消息 我看到过好几次 当然还有很多 跟人相处的问题 这个文化的问题 孤单 这个疏离 这种种这些 但是你觉得少年历经这个过程是好的吗 如果侥幸逃过的话 从我们这代人 你不能问我这代人 我这代人就十五六岁 十六岁就给扔到社会上去了 其实死掉就死掉 然后废了就废了 少数的人会所谓成才 绝大部分人就废了 或者很平庸 但是呢 我的经验就是 你把你扔到农村也好 扔到美国也好 一个小孩 他 我觉得大部分小孩 他会承受 而且他会适应 对 他会小孩 我们用老话来说 就是大风大浪里去锻炼 美国也有大风大浪 乡下也有大风大浪 但是大部分孩子会成才 他会跟一个 从来没有离开自己家乡的一个孩子 是不一样 会不一样 我认同这个 就是说当然有风险 但是就大部分来说 应该还是必要的 而且现在很多中国家长 实际上 他也不仅是对中国教育 失去信心 他也有很实用的考虑 你想他们的前瞻 就是说未来的社会竞争的 肯定是国际性的人才 那么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那意思就是说 我要从来没出去过 我将来 这个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也是一部分 交通便利了 然后全球一体了 你这事放到几百年前 马可波罗其实也就是一个 当时出来留学或者移民 随便你怎么说 那就不得了的事情 那现在不稀罕 一天之内你就可以到地球另一端 所以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后果 而且但是这个人会不会串了种 就是我说在精神和文化上 会不会串了种呢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经常观察那些 就是说 创造一个新闻 串了种 就串了 它本来是个中国文化 中国范儿 跟这苗红可做 你看我现在经常观察 从美国回来的 咱们台队有那实习生 英国回来的 美国回来的 80后 我觉得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这挺好玩的 因为他是父母亲是中国的 所以他也明白点中国人的这种东西 所以当时台湾人想出来 没错 新人类 新兴人类 这真的是新人类 另一方面他玩的 我就见过一个女孩 我觉得很冲突 一方面他受他父母的影响 中国女孩的这一套 整天那个这个谨小慎微 或者是怎么着 甚至是这种 拿女儿当那个摇钱树的 这种意识 要找个什么样 这种意识他有 可是另一方面 他又完全跟外国小孩一样 出去到酒吧玩的时候 玩的就火星狂野 他这两种 很有意思 病于一身 不过我想讲的是 你说的这些 出去留学回来 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当然历史上很多 好的东西我们会看到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 我们可以说整个现代中国 是一群留学生创造的 某种意义上 是留学生创造的 孙中山也是留学生 是不是 周恩来也是留学生 这一帮都是海归 邓小平 那么邓小平也是海归 是吧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你看到英国过去 我们现在熟悉的 比如说英国国会大楼 英国的西敏寺 什么东西 很多的新的东西 英国标志一些东西 其实也是帮留学生创造 英国在17世纪 很流行一个东西 叫Grand Tour 叫大旅行 就是所有贵族精英子弟 必须走这一趟 怎么走呢 就过英伦海峡到法国 去意大利 走一趟 学一圈 看看欧陆各国的先进文明 然后回到英国 今天的伦敦这个模样 是那个时候 他们创造出来 但是呢 这里面都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所有这些 出去的留学生 他都要有 刚才我们讲的好奇心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最近几年的观察是 我发现现在中国 新一代出去 尤其越大出去的那一批 跟以前不一样 比如说跟陈南新看过 你那两代人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 他们第一 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 他们甚至有时候 给我一个感觉 就以前如果我们说 留学是为了学习先进文明 不是 现在他们是去了英国 去 哎呀就那么刺 哎呀就这么点玩意 我觉得我们北京 什么都有 北京比你牛 然后去了外国呢 甚至到了名牌大学 比方说到了剑桥 怎么样 那边有一些中国留学社会 他基本上也不关心 当地什么新闻 当地什么事 也不愿意加入当地社会活动 不看当地的时事 他平常要搞的主要活动 就是搞一些 剑桥板春节联欢晚会 然后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现在非常多 我现在在很多国家 挪一块地方 继续过中国的生活 然后他跟当地 他跟当地 他当地主要的接触是什么呢 比如说到了法国 就排队买LV 现在也有钱 是不是 那么继续是 就完全 这叫镀金 这真是镀金 就混一张大学 明白大学的东西 这样的人 名为留学 实际上一直留在中国 没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特别 你知道现在有些人担心 你们觉得这种观念 值不值得担心 一种就是说 人才都不回来了 我们如何 祖国建设怎么办 还有一种 那是财富外流 你不要说那些什么 裸官贪官了 他就说 你现在很多富二代 你没想到一个问题 他将来继承 他爸的财产 可如果他是美国籍 咱们中国是不承认 双重国籍的吧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财产就 属于美国了吗 那是不是就是财产 他比如说 起码要给那边交税 或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是不是与其去看 指责这个现象 担忧这个现象 不如看看这现象 背后的一些原因 你比如说民营企业家 如果他很有钱了 他儿子为什么 要跑去入美国籍呢 你自己如果在中国 生意成功的话 就是这里面还表示一个什么 就或者说他可以 一来我们先做了一个假设 他财产会给儿子 有的不一定 有的可能就觉得 这是公司自己运作下去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有个问题 他会不会折射出 是我们中国民间的营商环境 也许没那么好了 包括整个的生活的环境 对 所以他才会觉得 这儿子就算将来带着钱 跑美国去 跑加拿大去了 无所谓 因为你在中国要做生意 民间企业 其实现在也相当困难 是不是 那另外就包括 你刚刚说 人才外流 这人才外流 这个现象 大家谈了很多年了 但是陈老师 你为什么最后又回来了呢 爱国啊 爱国典范了 好 就是生动 中国太生动了 那我得 我得近距离看它 当然中国也巨大的变化 这得肯定的 咱们说的这一切是在前提是中国变化了 刚才你说的现在出去 他没好奇心 摩天大楼不稀罕了 什么叫车 我们的待人稀罕的东西 现在都司空见惯 还真是 我现在你看我去趟美国 我还想 我想我要能挣够钱退休 我到外国生活 可是我有一种荒凉的感觉 不热闹是吧 中国事多 中国这些 没错 中国事多 中国事多 热闹 还是中国热闹 充满微生物 对 就像自己住在电视剧里的 一样 这个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也喜欢中国 剧情多 而且不知道 也没错 没错 谢谢